从过完初三就一直到现在没吃 只喝水 他应该个子蛮高 就比漂亮的 他比有1.64 他还比较5.5 就是减肥 不减肥业型 当时也 你也觉得有很多 很厉害的 想到你孩子还挺胖的 他正饿的 他又会吃的 所以当时也没有 这样吃到 孩子病情是很重的 想办法 我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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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机会 在这一天 这一天 在这一天 就在这一天 这一天 在这一天 这一天 我听到 全米 我听到 干车的话最多两个家长 就你一个人去是吧 我们过去就是给小孩子进一步的治疗 说一下老人家 老人家现在好一些了吧 什么时候发现的神经性厌食症 在8月底我们发现它有减肥的厌食 怎么突然间想减肥了呢 不知道啊 问他他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减肥 完了之后呢 完了之后呢 这些也问过老师还有同学 那些有的人说他喜欢一个男孩子 但是那个男孩子也喜欢给他瘦的一个女孩子 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还没那么严重 我们就强制的把他到了医院去开了跳车 直接开车门 开了四五次 到了医院的时候也是强制性的把他拖到医房 就搞那些花嗓 就是打脑袋 或者然后就跳窗 或者是就各种的那些很理智的 他一点自主呼吸也没有 嘴巴里也一直有肾息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瞳孔 是不等待了 而且对光反射是消失的 是不是脑袋里有心发的病变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这小孩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们已经最大的努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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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